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手上这支镜头应该说是在腾龙发布的这三支镜头里面 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一支 它的焦段是35 150 F2.8到F4的这样的镜头 而且刚发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可能是 腾龙之前的这种大变量镜头的一个延续 打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么35 150 但是有些人会说这个35没有那么广 你这个150又没有那么长 我在旅游的时候带着这个又没有那么的方便 而且这个镜头从直接上手来看的话 它的口径其实也不行 所以戴起来也没有那么的轻便 这是做什么用的一支镜头呢 也是今天我们刚才跟腾龙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因为它主要的研发的一个目标还是针对人像 针对人像所研发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也是提供了几个比较实用的一个焦段 在人像里面 环境人像 包括一些这种150的一些长焦人像 都可以去使用的 那么光圈的话从2.8到F4 也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焦外的一个效果 甚至镜头的实拍的这个样片 我们还看不到 我们不能自己去实拍 但是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些 厂商提供的一些样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打印版的 我们的主页上已经也公布了 就是说在2.09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事 还是我们把它接到5D2的这个机身上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不算小 不算小 坦率来讲的话 这个镜身的体积不算小 有点像之前的 比如像18-200那种 大片鸟笔的镜头的这种体积吧 使用起来的话 你感觉得出来 变成这些突出的这个长度 也不是很长 还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如果这个情况 你拿来拍旅游的话 是拍一些旅游风光的话 那有点暴挺天悟了 那么这个更适合的是拍一些旅行人像 或者是一些专门的镜像 使用起来会很方便 而且刚才我从样片上 其实看到它的焦外的这个效果 也是非常的好 大光圈焦外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柔美 但是从刚才的这个 样片的这种体验来讲 所以真正实际的一个效果 我们还得尽管欺骗了 应该是在19年的中旬的时候 中期的时候 应该会有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计划